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新冠肺炎以来 今天我省首次报告无新增确诊病例 眼下全省防疫工作进入到新的阶段 面对三反高峰 各地精准实测 科学防控 持续巩固扩大战役成果 我们一起来看报道 据省卫健委统计 2月22日零时至24时 浙江全省无新增确诊病例 这是我省自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32天来 首次出现零增长 而在最新的全省疫情五色图上 目前全省11个社区市中已有6个所辖县市区 全部降为低风险 较高风险县市区还剩两个 当前我省防控工作已取得阶段性成效 各地要及时完善防控策略和举措 不断巩固成果 扩大战果 要突出防控策略的精细化区分度 随着新确诊病例不断下降 全省新冠肺炎患者治愈人数则持续增加 今天上午 浙大医院之江院区第七批十名新冠肺炎患者 治愈出院 说星星很亮的人 是因为你没有看过这些确实的眼睛 确实我这新冠病 医生的眼睛 给了我莫大的希望 面对汹涌来袭的疫情 浙江上下总动员率先成立省级防控工作领导小组 启动全省联防联控机制 率先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 前面落实落细十个罪防控举措 湖北返乡人员最多的温州市实行25条紧急措施 取消急剧性活动 全力阻断疫情蔓延传播 杭州市仅势本集就发动3000多名机关干部 沉到社区村镇全力参与一线防控 还创新推出健康码 指导精准防控 宁波市发布12个疑虑 实行最严防疫管控举措 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台中市对重点疫区返程人员地毯式排查 各地基层干部33万网格员 3.8万多名志愿者投入一线 以闭环管控机制 全力打好疫情阻击站 各地一手抓防疫 一手还要抓发展 面对三反高峰 我省用活一图一码一指数 精密型制控 有需引导企业复工复产 人流物流商流逐步恢复 中午12点 一辆载着42名江西员工的大巴 抵达湖州吉利新能源汽车产业园 这些返岗员工都取得了绿色健康码 企业还建立起一人一荡健康档案 渔航的老板电器 把健康码和厂区视频系统相结合 实现防疫可视化管理 通过数据来实现我们每个员工健康的精准管控 从而来保障我们的复工有序的开展 两手硬两战营 最新统计显示 全省归上企业复工率已达93.9% 82%的小微元已复工 从2月10号各地分批复工以来 全省没有发生因反攻导致的新增确诊病例 因地制宜统筹疫情防控和复工复材 从而使各项工作安排更加精准有效 为打赢疫情防控总体战电力基础 浙江台报道 疫情发生之后 我省第一时间组织了应急科研公关 目前已经在快速检测 疫苗研制等多方面取得了进展 我们一起来关注 由浙江省科技厅牵头 实施新型冠状病毒快速诊断技术 及试剂研发项目 目前已取得积极进展 杭州医学院团队开发完成 新冠肺炎病毒核酸诊断试剂盒 抗体检测试剂 已在欧盟完成注册备案 下一步将陆续投产 并用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其中抗体检测试剂操作简便 只需少量指尖全血滴入检测孔 降低检测感染风险 此外 浙江省疾控中心 浙大医院等也开展项目合作 快速检测产品正在积极争取 进入国家药监局应急审批通道 目前这款产品已经通过 国家药监局的质量体系考核 预计三月份可完成注册上市 在疫苗研发方面 由杭州医学院和浙江浦康生物科技公司团队 共同参与的两种新冠肺炎病毒疫苗研制 都在加速推进 其中重组蛋白疫苗 注射到第一批实验小鼠体内后 已经产生抗体 在重组线病毒载体疫苗研发上 眼下正在进行重组病毒的扩增培养 也即将进行动物实验 团队负责人介绍 在过四到五个月的时间 有望进入临床实验 浙江台报道 记者今天从浙大医院获悉 该院重症监护室 一名90岁高龄的微重症患者 在使用500毫升康复者血浆后 肺部病灶已吸收 体温正常 核酸检测也转阴 以符合国家制定的出院标准 但谨慎起见 该患者仍在住院观察中 目前 浙大医院已将此前 我省新冠肺炎康复患者捐献的血浆 用于11位微重症重症病人的 临床治疗 效果明显 医院方面为此呼吁 新冠肺炎康复者 只要过了隔离期限 符合献血条件 请积极参与捐献血浆 浙江台报道 由172名医护人员 组成的我省第五批 支援湖北医疗队 自2月19号抵达武汉以来 经过三天多轮培训和交接 今天起正式接管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重症病房 我们一起来看浙江卫视 特派武汉记者发回的报道 今天上午10点 第一批即将上岗的浙江医疗队队员 乘搬车前往医院 为了在隔离病区里 顺利完成一天的工作量 不少队员都控制了饮食 第一班八名护士的上岗时间 从中午11点到下午4点 进入隔离区前 护士长一遍又一遍强调 防护服穿脱注意事项 就是万一你提早脱了手套 内层或者外层 你也不要怕 因为那天有流水 也有快速手脚 你就重新洗 重新戴 有着35年护理经验的姚慧平 是浙江省人民医院 ICU病房护士长 也是队伍中年龄最长的护理人员 这次来武汉 是他多次要求才得到批准的 我就觉得我们就应该过来 就是救这批重病人 把病人救活 是我们的专业的意义所在 目前五省第五批医疗队 接管的重症病房 共有35张床位 以收治老年患者为主 部分病人病情还很严重 医疗队已根据每个病人情况 制定针对性治疗方案 我们也会把之前的一些经验 带到这里 那么从此来说 我们会尽节力 去治每一位患者 同时尽节力 保障每一位医务人员的安全 浙江卫视特派记者 石磊 周佳琪 武汉报道 经过连续多日的紧张准备 我省支援湖北金门的 第二批医疗队 台州园京医疗队 已经进驻当地的重症病区 开展救治工作 我们一起来看报道 今天 金门中祥湖急镇 新泉村村民蔡先生 带着3000个土鸡蛋 一定要送给浙江园京医疗队 抵达金门后 台州医疗队医务人员 加班加点 按ICU标准 对金门第一人民医院 常规病区进行升级改造 并从昨天开始接受病患 我们初步的方案 也基本上讨论出来了 对最累的病人 第一个关系是养疗 那第二个是抗病毒上 也就有了 既定了一个海力的方案 目前 台州园京医疗队 已与金门第一人民医院 进行多轮沟通 正在根据每位患者的病情 制定个性化治疗方案 浙江台报道 天气晴好 温度适合 又恰逢周末 在家待了这么多天 很多人都按捺不住了 不少人走进景区 还逛起了商场 但是目前疫情还没有到拐点 再加上返城的人流 再次还是要提醒大家 一定要自觉做好防护 出门一定要戴上口罩 今天上午 杭州西湖边游客明显增多 记者在现场看到 大部分游客都佩戴了口罩 巡逻队员在提醒那些 没有佩戴口罩的游客 在断桥北山路入口处 记者看到一位男士 在过了劝导点后 直接摘下口罩 塞进了口袋 现在这个口罩怎么拿下来了 这空气这么好 大爷大妈呢 他就说 气候那么空气那么好 他没事 不要戴 没事 捡过了 他两步都走过了 他走过去走 马上就拿掉了 上午九点半 在杭州植物园售票处 工作人员正在查看 游客的健康码测量体温 指引游客有序入园 昨天一天 有超过五千人到植物园探美 每年我们都会来的 就是基本上拍的时候 走的时候都带着 关键人多的不要去 对 人多的我们不拒绝 今天 景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 加强分片巡查 不允许树底下铺地毯 围坐聚集 劝导游客不要扎堆聊天 戴好口罩 小朋友 我们要把口罩戴起来 不好意思 那个口罩戴一下 口罩戴一下 谢谢 小朋友口罩后面可以打个结 西湖风景民盛区管委会 提醒市民 疫情仍在 不要扎堆 在游览西湖景区过程中 不聚集 保持安全距离 务必佩戴口罩 今天记者在周山一家菜场看到 有些市民一进菜场就摘下口罩 一些经营者戴口罩不规范 露出了口鼻 在江山市区 不戴口罩出门的市民正在增多 全国和全省的来看 疫情还没有接受 警报还没有解除 特别随着这个商房高峰的来临 一定要提高警贴 外出的时候戴口罩 勤洗手 远距离 不具体 浙江台报道 小餐饮 修理店和理发店等十小行业 事关老百姓的生活便利 是生产生活正常运行的重要保障 浙江各地在防控疫情不放松的同时 也出台了相关的规定 来推动十小行业有序复工营业 这几天 黄岩首批酒家餐饮企业 重新开业了 店内不允许糖食 只提供打包外送或平台外卖 减少人与人之间的接触 保障安全 禁止跌类取餐 为解决群众实际生活需求 黄岩发布通告 重点疫情区域范围内的十小行业服务业 可按规定申请复工开业 到末期为止 涉及到群众生活生产服务的 这些十小行业都已经全部开业 对复工复材 起到很大的推动的作用 针对十小行业的服务特点 为了避免复工营业后 顾客扎堆交叉感染的危险 嘉兴推出了预约服务制 接种疫苗 理发等 均可拨打当地热线预约上门服务 从19号预约了 就20号开始我们接种了 然后我们进行一个分时段的 线号的预约 首先是进行一个身体的检测 确保是身体安全 筛选进行一个上课 在杭州 个体工商户达到六个必须的标准配置 即可复业 台州交江区推出备案承诺制 扫描二维码网上备案即可复工 周山则推出十小行业精准服务的 十一条措施 离水建立口罩银行 从政府统筹的口罩中借出部分 给已购买但没有到货的各类市场主体 先恢复营业 而在凤化等地 相关部门建立了负面清单管理 对场所相对密闭 人员相对集聚的棋牌市 酒吧 民宿等一些行业 在省一级疫情响应解除前 暂不得恢复营业 浙江台报道 明天是农历的2月2 有些人要理发了 再次提醒大家 最好预约理发 不要扎堆 确保安全 这些天流调成为了一个热门的词汇 那么它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今天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 中国疾控中心研究员冯璐兆解释说 流调是流行病学调查的简称 配合流调工作 是每一位公民应尽的义务 也是履行法律责任 向流调人员提供真实详细的信息 是对自己和他人的健康负责 也是防止更多人感染的一个关键措施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 再见